职业的世界中 永远不乏新的加入者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实现这一张图记录的打破 WLT完整时间 1分12秒95 实现了跨秒恭喜封载 我觉得封载 做个孩子以后 可能会很强的感觉 从无闻 到经验四重 阿尼还是能够顶住压力 攻来 阿尼5比4拿下第二轮 阿尼这个选手的话 抗压全力 比较长吧 他的跑度完整性非常的高 对抗的时候比较多摸不透 最后从撞一下 恭喜阿尼5 他们从懵懂轻恐 到独当一面 3 2 1 1 加油 再次出现了大逆转 是的 封载在地图上 再次打破了街路 将比赛终结了 在建树的世界中 超级的阻力 大逆转发 在派手上 上 那两个小事 这个 大逆转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也是比较坦诚直率 有一次我们一起看世界杯阿根廷打澳大利亚 然后他说他不认识这个字 他说是阿根延 给我笑死了 封仔是2022年给予大家最多惊喜的新人 但即使是现象级 他在进入联赛时 依然是一张白纸 赶拉俱乐部的时候动力比较大 天天起床就是幸福 现在作为职业选手 感觉人越大压力就更大 感觉自己就更有目标了 就是有目标了就更想拿冠军了 努力适应队伍 努力适应联赛 每个新人都想拿到冠军 但冠军究竟有多远 就要冲向终点的风仔 比分要定格在5比2了 恭喜风仔 2比战胜狮子挺进本级亚洲杯的败者组决赛 目前为止风仔都很完美 紧到走啊 他呀你告好 恭喜风仔 5比0成功晋级总决赛 最印象深刻的是 他打亚洲杯决赛吧 然后一穿五拿到了亚洲杯冠军 我觉得极厉害的 最后比分定格在了5比1 没有欧赛 一穿五他来了 一分30秒39 他属于风仔 恭喜风仔 一穿五不是奇迹 哇新的亚洲车身 新的冠军 他买了一个新人 我觉得对于风仔来说 绝对是未来的新型 他出到极巅峰的情况下 拿到了亚洲车身 这个就让我们看到了 其实新人选手 也是拥有着无限可能的 风仔的出道 就成为了巅峰 他表现让人昏远觉得 即使对于新人 冯军也并不是奢望 在某一个瞬间 风仔几乎要触碰到他 但挫折 就在所有人以为 你就要赢得一切时 你能不能真正地去面对他 0比2落后的决定到 第一个真正地来 第一个赛点 我退光了 这个又是在后面 看一下外入内 这次赢又还是后置位 先定战 反而又是让他 但是这次都还要 所以再变成 突然不吓 然后再变成 对不起 こう一 !" 又是但 在两个人 先定战 能怎么追啊 非常完美而最后完成了抽线 让我们一起恭喜 老队获得了2022年 K和北车首要S年赛 可能也是第一次打团队冲决赛吧 可能新赛也是不成功吧 毕竟打的比赛不是很多 感觉很可惜吧 没顶住压力打冠军局吧 就人生总会经历失败的嘛 经历过失败才会再次的站起来 输给你就输给你了 那下次我就再赢回来 与风在相比 同为新人的安逆 却走了一条更为坎坷的路 当时刚来俱乐部的时候 没怎么敢定太大的目标 就是希望能从新人心打上首发吧 上了首发之后再慢慢把成绩打好 大多数人都需要更多时间来证明自己 在21年亚洲杯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算是他的低谷时期吧 那时候是阿尼暴力上墙了 那个时候是他转换操作方法的一个阶段 阿尼暴力上墙没出来 执法应该是超过数了 就是整体都在很低 也是我二组换三组一个一个重要的阶段吧 当时就比较没忙 不知道你该干什么 那个时候打的也就比较的痛苦 每个人都不太适应自己的一个手法操作 当时就一个人想了很久 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年纪大了 还是说比人的变态了 可能不适合待在这对舞台上的 我怕让他们失望 然后就发生自己有很大的压力 那一段时间我也是会经常跟他出去玩 然后了解一下他内心的想法 以及他对于整个赛事者的一个个人规划 我也是有跟他聊 然后他也是比较渴望在赛场上继续打下去 所以也在这一块上让他找回了一些自信心吧 阿尼这个选手的话 渴望胜利的程度比其他人都要上升 对于一个新人 信心并不是一夜所造就 他需要无数比赛 胜利和时间的积累 中文春季赛的最后赛 我们一开始竞逐很顺利 然后接着又要打 黑队跟黑鸡 所以他时时刻刻就跟他聊天 他就在讲西打四五的时候 当时我想问我教练比赛是多少的 但是他没告诉我 他之前也跟我说 他现在不要看比赛 就当作最后一集是打 赛后我才知道当时对方已经赛点了 这次真的好极限 走下 能放枪走 能放枪走 这里谁敢换还是阿尼 只是说伊萨可能更需要的是 阿尼一个人站起来来带领队伍拿下这个阵 阿尼一直扮演一个这种雇用处置角色 这一局来了 你左右正值要是上场了 这要从装复来 但是没有用 我们得恭喜阿尼 打黑队的时候是2比0领先的 然后就接到2比2 然后最后也是把单条的压力 放到了我身上 其实在我后来 阿尼这个选手 他并不算是一位比赛天赋 特别强的选手 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位选手来说 他一直在打破我们对他的认知 也在打破他自己的一个性格 这两场比赛应该是我证明自己的两场比赛 感觉自己因为他们之后信心也会大致 其实我们不难看出 有很多很多的军事选手 但真正能够硬触于F的赛天赋的太少了 我觉得对于阿尼一个风采来说 他们已经对整个联盟 所有拳组的心态有了一定的影响 他们只要不是定义自己 终究有机会去战胜那个 曾经遥不可及的人 这能够于成熟 心狂止于成长 新人的光环终将退去 风采和安宁 也将融入这个充满着 心情和未知的世界 但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挫折 生命 荣耀 努力 将铭刻在你我的脑海中 也将成为这群竞速者 创造新世界的学心和动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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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